香港男星陈冠希19岁时 一商业广告出道 身为歌手和演员的他 在音乐界和演艺界都创造了亮眼的成绩 然而就在他事业攀升的时候 突然爆出裸照事件 其中还牵扯了不少女星 导致他事业一落千丈 网路上也对他骂声一片 受陈冠希出面道歉 并宣布自己会无限期推出演艺圈 算在2010年再度复出 但明显人气已经大不如前 陈冠希于2017年 与名模女友情书陪结婚 多年来感情十分稳定 在迎来艾妮的出生后 他更是从花花公子变身成为居家好男人 说女儿奴的他 经常会在社群狂晒一家人的日常 日前他们一家三口前往意大利度假 有粉丝目睹三人在餐厅用餐时 他只忙着服侍女儿用餐 自己却没吃上几口 不然是爱女心切 男爸形象获得不少网友打赞 女孩受镜与流津 女孩受胜用家 然奸法 能帮助游 Bon Duck 不得游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